完蛋了 我生病了 我就差一點回不來了 什麼病癌症 一洗一抓一把 這一把就 整個都頭頂部 就沒毛了 就掉頭髮 我就好難過 84歲劉影雙患淋巴癌 化療頭髮掉光 我差點回不來 開心這一次演一個嫌妻良母 然後孝順的媳婦 默默的付出就覺得 你的意思沒有 因為你平常都不是嫌妻 沒有 我都原本派 寇世勳 崔佩儀 以及84歲的資深藝人劉影雙 11號出席信息記者會 劉影雙透露 去年5月殺青後 發現自己的乳房出現腫塊 經過醫生一番勸說 才讓他接受化療 在三級警戒 就沒有 我用原糖做手術 然後結果兩個月後 他就長大 然後我們就趕快回程醫生 就是馬上入院就開刀 然後拿出來 什麼圈圖這麼大 化癮就是說 我給2708癌 所有的癌 你每個 108 最容易治療 最容易好 你不要放棄 7月份我就跑上去 我做了6次化療 我第二次化療完以後 回到家裡面 一洗一抓一把 這一把就 整個都頭頂頂 就沒毛了 就掉頭髮 我就好難過 我6次生就不掉了 掉下來了 就沒了 掉光光了 現在是看來唱 然後變黑了 而且出來的頭髮都黑的 對啊 多好 我本來我的聲音很好 我是唱語高音的 我現在只能唱中音 而且我有半年 就是從生病到現在 我沒有唱過別的 我就覺得我很對不起 那再過一陣子就唱低音了 對啊 我覺得一個人 如果真的是得了這種病 不要緊張 不要很開心就好 在你緊張中 你怎麼樣保養這些事情 對啊 你怎麼活 正常過日子啊 你該吃吃 該運動運動了 該玩就玩 該戴口罩戴口罩 就這樣子而已啊 我像我兒子說 美國現在也是很 就是很多人都 他說媽媽就是平常心 得了就是像感冒一樣 那現在狀況都OK 他三月的時候 有一次他很乖 他不敢跟我講 等好了以後才跟我講 他說就是流鼻涕 鼻涕不停的流 然後一個晚上用一包 那個衛生紙 然後第二天就咳嗽 但是他就是休息睡覺 然後吃維他命C 三天好 因為他們學校都要說那個 只要你不是陽性 就可以上學了 他們每次就叫我 給我吃定心丸 媽你不要緊張 日子照顧要出去 不要天天關在家裡 然後不要太緊張 不然也會得憂鬱症 這個 你好 太太 很高興賣Chuli 這不會很膩 不要唱我的話 這是火點的 這是火點的 你看中間看到了什麼 終於我 這一個大樓的角色 對我讓我很不開心 不開心 搭加你的那個喇叭 玩那個飛機打 拍到 喇哥最怕的 他 他有憤怒ris在裡面 allemaal 我一直認你不再 哎呀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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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